Hello大家好,我是Jone,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呢已经有好几位没给大家更新节目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比较忙 我在忙什么呢,我又回去上学了 但不是大家想象那样我去做了全职的学生 只不过是半工半读而已 因为我从中国过来的时候呢,不是留学生签证 所以对于读书这件事情呢 我也只不过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断断续续的一直在有报一些课程 那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是关于我在美国这七年多来 找工作的一些经历、经验教训以及个人的一些想法吧 对于上学呢,其实两者关系是有一点 但是不是很大,为什么呢 因为我找这些工作,它对学历都没有很高的要求 打个比方吧,当企业发布一条招聘信息的时候 它上面会有写工作岗位,然后工作内容 还有一些对音频者的一些要求 但是我除了看招聘岗位之外呢 我第一点要看的就是它对学历的一个要求 如果是只要求高中毕业学历的 那我就先留着 如果是要求本科或者以上的 那我就直接pass掉了 然后再从这些只要求高中毕业学历的公司当中 找出比较符合自己条件的一些单位 然后投简历 这样呢,我得到面试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 其实我觉得,绝大多数像我这样从中国过来的 英语口语也不是很好的人呢 想在美国找一份工作 肯定也是困难重重 所以呢,我就想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大家 我是如何拿着一张中国的高中毕业文凭 在美国找到一份office的工作的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我是从2014年底开始工作的 我的第一份工作呢 是在华人开的一个中餐的快餐店里面给人打饭 那个快餐店呢,是在一个mall的一个food court里面 在美国的华人应该都知道 基本上每一个mall里面都会有一个food court 然后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山饭 买的各种各样的食物 就跟我们中国的美食广场差不多 我应聘的岗位呢 其实就是给人打饭打菜的 有,我们有两到三个服务员吧 然后再加上老板,老板娘 有的时候她儿子也会来帮忙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food court是在市中心这一块嘛 所以中午的时候会有很多周围的office员工过来吃饭 所以中午的时候就特别的忙 每到忙的时候呢 我们的老板娘她就特别的焦虑 特别的凶 她就会一直在那边对着员工喊 哎,怎么那么慢啊 快点啊,笨得跟猪一样 就差不多这样子吧 即使当着顾客的面 她也会毫不留情的这样子 骂骂咧咧的 那最气人的呢 还不是她不尊重员工对我骂骂咧咧的 而是每当不忙的时候呢 她就会让我端着小盘子 在外面让顾客试吃 试吃呢 就是在盘子里面放一点鸡肉呀 放点菜呀 然后每当有顾客经过的时候呢 我就会问 Hi sir, do you want some bourbon chicken? do you want some mushroom chicken? 这样子 然后有的顾客就会试吃 然后他觉得好吃呢 可能他就会买 理论上呢,其实做这些试吃是我们这几个服务员轮流来的 就比如说我做一个小时 然后轮到B,轮到C这样子 但是气就气在 每当我做试吃的时候呢 就没有人来跟我换班 然后我一站就是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然后还要不停地问客户 所以一天下来呢,也是口干舌燥非常的累 所以说这份工作呢 我做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吧 就做不下去了 我的第二份工作呢 也是在一个中餐馆 它是卖广式早茶的 然后还有中餐 规模挺大的一个中餐馆 我去应聘的是起台 也就是服务员 但是人家跟我说起台需要有工作经验 你没有工作经验 要不你就推车吧 推车呢 就是推着一个装满点性的小车 然后一边推 还要一边问客户需要点什么 需要加点什么 而且呢 最悲催的是 你推车这个事 是拿的是最低的工资 而且推车是没有小费拿的 起台有小费 那这份工作呢 我干了两天就不干了 因为我推着这个车啊 要不停地推 不停地说 然后一天下来 把我累得够呛 而且收入呢 还不及隔壁超市的一个收银员 所以呢 我的第三份工作 就是去隔壁超市做收银员了 虽然是收银员的岗位 但其实不忙的时候呢 也要帮着干别的活 比如说去货架上帮忙上货呀 去后面仓库里面帮忙剪菜呀 就是把烂叶子 从那个好的菜里边挑出来 然后再把好的菜 放进那个包装袋里边 其实想想也挺心酸的 我年纪轻轻 二十几岁 就做的剪菜的工作 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也没有啥前途 这份工作干了差不多五六个月以后呢 我终于找到了一份 在office的实习生的工作 因为我之前说过我一直有断断续续在读书嘛 然后这份工作就是我在学校的一个招聘实习生的一个program里面找到的 这个企业呢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他要招聘的是实习会计这样一个岗位 每个星期工作二十个小时 然后我在那里实习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其实我学到的东西也挺多的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在我的简历上面又添加了一些在美国工作的一些会计经验 然后这样的话就为我之后的一个工作做下了一个铺垫吧 我的第五份工作呢是通过中介找的一份在市政府上班的工作 市政府听上去好像挺高大上的 其实呢也很不咋地 为什么呢就请我为大家一一道来 第一这份工作啊它不是全职的 只是一个seasoning position 就是季节性的工作 因为夏天的时候它比较忙 所以需要更多的人 到了冬天呢就不忙了 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说白了就是做一天算一天吧 而且我在市政府工作这六个月当中呢 我们一共有七个员工 除了一个临时工是白人 还有我是亚裔 其他五个都是非洲裔的美国人 我们七个员工当中除了manager 我觉得学历可能稍微高一点点 其他的六个呢都是高中毕业的一个水平 所以这个工作环境呢 你品 你细品 那人际关系我就不多讲了 我们接下来讲我的第六份工作 那我的第六份工作呢 也是通过中介找的 在一个工厂里边做应付账会计 一般中介找的职位呢 它都是临时工 比如说三个月六个月 之后呢 有些公司可能会给你转正 有些呢就不会 具体看它公司的一些要求和运作吧 这份工作呢 其实工作环境挺好的 然后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但是做了几个月之后呢 我发现我自己得抑郁症了 为什么得抑郁症呢 那我之前有做过一期 忧郁症的视频 第五期还是第六期 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一会儿把视频的链接 搁在这期视频的下面 感兴趣的粉丝呢 可以点击查看 里面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我的第七份工作呢 也是通过中介介绍的 那份工作呢 我就从17年一直干到了现在 刚开始的时候啊 也是临时工 三个月试用期 之后呢 他们觉得我表现还不错 就给我转正了 所以呢 我从14年底 在美国工作开始算起 一直到17年底找到了 现在这份工作 一共历时三年时间 也就是说在这三年当中呢 我的工作一直是不稳定的 但是呢 我也从这些工作当中啊 得出了很多很多的 找工作的一些经验教训吧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工作经验的积累很重要 你不管是实习生的岗位 还是临时工的岗位 虽然这些工作呢 工资低 然后又不稳定 但是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你又把这些工作经验呢 写到你的简历上 那对于你找下一份工作来说呢 这些工作经验 其实会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 那第二点呢 我觉得工作不仅仅是工作本身 更是一个教你如何做人的一个过程 那这一点 我觉得中国和美国应该是互通的吧 因为每一个单位啊 他都比较喜欢一些乐观的 然后聪明的 又比较主动的一些员工 而不是那些bipolar 就是比较情绪化的 然后脾气比较坏的员工 我觉得走到哪里 应该都不会很受欢迎吧 第三点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每一份工作 他都是需要面试的 面试考验的 不仅是你的英语水平 还有就是语言表达 思路是否清晰 随机应变能力 等等一个中和的一个考验 所以挑战还是蛮大的 我记得我面试时间最长的一次 持续了大概有不到两个小时 面试官有一个manager 一个supervisor 还有一个hr 他们三个人问了我好多好多的问题 但是最后呢 竟然还没有录取我 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candidate 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兴趣还是应该蛮大的 不然也不会花那么多时间跟我聊天 对吧 第四点呢 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每参加三场面试 大约能收到一个offer这样子 大概33%的录取率 所以对于面试这件事情呢 一定要胆子大 脸皮厚 勇往之前要有越挫越勇的勇气 当然了 面试前的准备工作呢 也是很重要的 第五点 不管大家有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都不要停止学习 你去上一个夜校 或者是报个网课 考个文凭 拿个证书 都可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有了文凭这块敲门砖以后呢 不管你觉得读书有没有用 但是它确实能扩大你找工作的一个搜索范围 能让你更容易的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吧 最后呢 我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